敬请先听一段刀狼自述的童年往事 在2012刀狼谢谢你寻回演唱会上 刀狼播放了一段自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 其中纳入了这段他讲述的童年往事 原来所谓的剧本 编剧 导演 演员 艺人分饰多角 剪辑 合成 刀狼老师早就玩过了 这部名为家的影片 致敬我们回不去的童年 无数关于家的温馨回忆 温暖往昔的点点滴滴 道尽平凡人的艰辛不易 平凡人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都在这部电影里了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沉默的一个孩子 20岁以前都是这样都不爱说话 你爸你妈问一个问题你不说 爸妈问要想清楚 你说不好就会受伤 对 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的孩子总是比较调皮一点的 那个年代小孩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看少林寺长大的 然后希望去少林寺去学舞 是 是是有还是没有啊 有 你也去少林寺啊 那我约了我们班上两个同学 然后还有一帮同学呢 就给我们赞助 出钱 出钱 对 我们一共筹了有一块钱 然后 然后就走 走 因为少林寺是在北边嘛 但是我们走反了 我们走南边 我们沿着那个铁轨啊 就走 走了将近一天 实在太后 钱也花完了 那时候 最后就回来了 你爸你妈没在教训你一顿 那时候他们在外地演出嘛 因为我都是住在一个奶奶家 不过现在想要童年的经历 是挺无忧无虑的 对啊 那个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烦恼就是想长大 你想我长大要干嘛吗 就从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想法比较多 那时候想当什么科学家啊 什么都有 什么解放军啊 这种都有 后来到了上了初中之后 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音乐人 你们兄弟两个人当中 谁是更有音乐天分的那个人 我 你 你哥哥的才华在哪些方面 他是 教育家 教育你 教育我 对 他责任就是教育你 对 他的教育是以那种文的方式 还是入语的方式来体现 因为他是 他比较强势一个人 而且 很讲义气 很感知 所以他一般 说话不会超过三句 你属于说话不能超过四句 还是谁说的更多一点 我要说话超过三句 就会受伤 你在你们家是最容易受伤的人 对 对 对 OM 这视频 常常 听 飞势 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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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过来的全部都消失开的 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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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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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不少人 把我的心 使得我傷心 無邊的思維 祝福我们 在这一刻 爱到什么时候 爱到天上的一刻 爱到天上的一刻 水中的熱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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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相愛的人 水中的熱鬧 我牵着你的手牵着你的白头 牵着你的那天花 手心里的温柔 像灯的黑温柔 如果我生不一切 对海的一年 不再的天 你把身体整出了 发现所有的生命的精神 是一生不下人来 浮誓的衣服 主 Kopf 一下我 重新演奏 这世面的循环 飞于宽静 对手 我 Levi 用前准备的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